子盛见过小岳侯 在下的伤害未好权 然而国事不得不与陛下参讨 所以只能殿前失仪 再次陪后 十一郎倒是孝顺了 业卿啊 臣在 今日找你来啊 有一件事情 要和你商量商量 朕要令五公主 与你家幼子早日完婚 你可愿意啊 陛下 为何突然提及此事啊 父皇当年定下宣月两族 联姻时约 三妹已嫁给宣世子成婚多年 五妹也与岳侯子订婚许久 该履行父皇之时约了 我们岳氏女出嫁之前 清明守俊温婉贤淑 你们自然要领约 可是你们宣世女想嫁入我们岳氏 是否也要斟酌清楚一些啊 斟酌清楚何事 你们自己去想 好 不曾想小岳侯竟将几位公主 分得如此清楚 在臣眼里 公主们皆为陛下轻女 敢问小岳侯为何区别对待 陛下 如今五公主闹出大火 在城中传得沸沸扬扬 如果此时与我们岳氏成婚 是否不利于我们 不利于五公主的闺名清谕啊 岳氏 别着急 别着急 朕就是因为 要顾及五公主的闺名清谕 一大早 太子啊就见尹朕啊 要让五公主啊 尽早地完婚 百姓 她不明真相 谣言哪 当然会越传越难听 倘若此时 岳氏愿意迎娶五公主 岂不刚好 反正了 五公主之前 没有做过那些风流之事吗 以此 来堵住百姓之口 再何事不管了 岳氏 你不愿意啊 臣不敢 只 只是 臣奉召谢恩 认为真正好 你不敢 你不太想 也不敢 我处想 到你那儿 不敢 我妻子 纠心 我妻子 你不敢 是情谕 我妻子 我妻子 你不敢 不在长丘宫服侍 为何来此 奉才梁夫人随梁大人 一同进宫此行 走得太过匆忙 皇后的赏赐并未拿权 所以皇后命我追上梁夫人 再赏赐一些东西 可我知道此处 并没有看到梁师傅 那不就是邻君阿子吗 邻君阿子 陈良尚见过楚妃 五皇子妃 臣妇见过楚妃 五皇子妃 邻君阿子 我听闻你刚回都城 就来与母后辞行 为何不多留几日啊 妾与郎婿 原本一直留在原籍 近日 婿搏梁州牧大人 来都城述职 又恰逢皇后受待 便叫我们一同前去 如今受待已过 我们也该此行归去了 这般匆忙 听闻妹妹 有一对冰雪聪慧的孩儿 今日怎么不带来宫中 殿下可是总念叨着你的孩儿 想要见上一见呢 孩儿贪玩哭闹 恐扰贵人 不便入宫 我可真羡慕妹妹 你能生 偏偏我的身子不争气 你说当初 若是你嫁给储君 如今皇嗣 倒也无忧了 来 这儿我来替你引药 我来替你引药 这位是我自幼交好的阿子 兴趣小字凌军 我来替你引药 我来替你引药 我才八岁 是啊 那时我也只有几岁而已 一晃都过去这么多年了 要不你跟贵人们先说话 我就先行一步 梁大人 别急着走 梁夫人 你们既已回都城 为何之前不去东宫坐坐啊 臣妇随郎婿即将辞别 就不叨扰东宫了 回想当年 你与公主 郡主 姊妹相成 我曾好生羡慕 如今却成为臣妇 真是物是人非呢 这世间物是人非的事多了 也不止这一桩一剑 东宫切实不会去的 还望楚飞莫要再说这些无趣的话 免得有心人听到了 于人 于己 都没有好处 那也好 省得太子殿下牵挂 你们慢慢叙旧 我先回去了 凌君 阿子 楚飞走了 正好你我再说说提几话 不了 天色已晚 孩儿还在家中等着 妾宇大人先行回家了 可惜了 可惜了 想当年我们一同嬉闹玩耍 我还盼着能与凌君阿子做轴礼呢 探凌君阿子满腹学时 竟嫁了这般狼婿 我看她那郎婿一副不耐烦的模样 待她也有些粗鲁 也不知这些年 她在梁家过得好不好 五皇子妃莫要着急 我听闻梁舟墓甚是名领 有这样的虚伯在 梁夫人不会过得不好 梁夫人刘布 梁夫人刘布 此乃东宫送来的词别礼 你不认识 你不认识